还记得之前我讲过 负1 1负1 1负1 1 这个数列的通向公式吗 对了就是负1的n次方 那如果数列是1负1 1负1 1负1呢 也很简单 你只要错开一位 写成负1的n减一次方 或负1的n加一次方就行 那这个视频我就要讲讲 怎么用这样的数列 来帮你写通向公式 比如1负2 3负4 5负6 这个数列 它其实就是1负1 1负1 1负1 与123456这个数列相乘得到的 第一项是正的 你就先写上负1的n减一次方 当然负1的n加一次方也对 这样符号正负交错的事就解决了 那剩下就只要把123456表示出来就行 很显然它的通向是n 那么n乘上符号这部分 就是原数列的通向了 即an等于负1的n减一次方乘n 再来一个 负1 4负9 16负25 这也是正负交错数列 还是先看符号 第一项是负的 就先写上负1的n次方 再看剩下的1 4 9 16 25 显然每个数都是相数的平方 通向就等于n方 把它俩相乘就得到原数列的通向an了 以后你再遇到这种符号正负交错的数列 就可以像刚才那样分两步 先用负1的n次方或n减一次方 来表示交错的符号 再写出剩余部分的通向公式 乘上去即可 简单的正负交错数列你会处理了 那咱再来看个交错数列 0 2 0 2 0 2 这个数列跟正负交错数列有啥关系呢 我把负1 1负1 1负1 1写在下面 你比较一下 发觉没 0就是负1加1 2就是1加1 上面这串 它正好等于下面这串整体加1 所以通向公式就应该是负1的n次方加1 0 2 0 2 0 2 这种数列你会写了 那遇到0A 0A 这种更一般的也就好办了 要得到A 就只需要用2乘上2分之A 那0A 0A 就可以由0 2 0 2 整体乘2分之A得到 所以相应的通向公式 也只要乘2分之A就行 那如果把刚才的0A 0A 改成A 0 A 0 通向公式又该如何呢 很简单 不就是错开了一位吗 那你把负1的n次方也错一位 变成n-1次方就OK了 好 以上就是如何利用负1的n次方 写通向公式 总的来说就两种情形 当遇到符号正负交错的数列时 就先用负1的n次方 或者n-1次方 来表示交错的符号 再把其余部分的通向公式写出来 乘上去即可 要是碰到基础项或者偶数项 都是0的交错数列 那就用负1的n次方 或n-1次方加1来凑 怎么样 感受到负1的n次方的威力了吗 有感受就赶紧刷题去吧